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看家里面的冰箱冷冻式结冰 看,非常的严重 结的非常的厚 这个抽屉呢,我们拉都不好拉了 已经冻住了 那么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解决的好方法 我们这样处理完以后,它就再也不会结冰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收藏这个视频 以免以后你用到的时候能够找得到 我们看这个冰箱 我们清理过好几次了 它还是结冰 过一段时间就结这么厚 就把这个抽屉给冻住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分三种 第一种情况呢,我们检查一下冰箱的冷藏室 看一下用户是不是把这个档位调到了最高档 如果调到了最高档呢 它时间长了以后一定会结冰的 一般正常呢,我们一年四季 把档位调到四就可以了 就足够我们用了 我们的保鲜够用了 下面的冷冻也够了 第二种情况呢,是我们检查一下这个冷藏室的这个门 看它的稀里大不大 我们来看这一台 我这样轻轻的一拉它就开了 那么就是这个密封条的问题 它的磁性变小了变弱了 它就不能够紧紧的贴合在这个门框上了 像这样的情况 它的四周密封就不严了 它的密封不严了以后呢 它就会往里进空气 从四周往里进空气 空气一遇冷,它就会结冰 它越结越厚,越严重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很少见 这个门框有浮饰的迹象 所以当它浮饰了以后呢 它就凹凸不平 它不平了 这个窍条就不能够紧紧的和它贴合到一起 不能贴合到一起 它就会有空气进入 还有就是它沾一些脏东西 比方说我们这里有污垢了 我们这个周围有污垢 看 这下面有污垢了 这上面也有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脏东西 这些污垢 用抹布把它擦干净 这个窍条呢 就能够紧紧的和它贴在一起 如果它产生了修筑的情况 我们可以挂一下镊子 把它给修补一下 所以让它平整了 平整了以后 这个窍条呢 才能紧紧的和这个门框贴合在一起 只要不进空气 它就不会结冰 那么我们来看 这台冰箱的柜门 看这个窍条呢 看在这里 它就出来了 看这里有了缝隙 这个窍条已经有问题了 我们打开 我们看这里 已经裂出来了 看 它已经不平整了 看这里也是了 当它这样不平整以后 我们用热风枪烤一下 把它给灌烟了 它就没事了 我们先把它给恢复 按进去 把这个窍条给恢复进去 看 当它进去以后 它还是有七驱不平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门关上 关上门以后 我们用热风枪 或者用我们家里面的电吹风 来吹一下 我们按着 把它烤一下 烤软了以后 它紧紧的就贴合在一起了 我们来看 已经很平整了 很整齐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开门 看 看它的犀利 我们来看 我们一开这个门就看出来了 看见了 看 看 它就特别的有犀利了 当它有犀利以后 你看 它紧紧的就贴在了这个门框上 它就不会再有空气进入 它就不会再结冰了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 再见